当刘北筹划仪陵之战的烽火之际 他身边环绕的 并非昔日乌虎上将的辉煌阵容 而是吴班 陈氏 富荣 冯锡 杜禄 刘宁 一众后起之秀 他们虽英勇 却难以与前辈们相提并论 刘北 这位蜀国的奠基者 以仁德著称于世 却在知有关于 遭东吴捕首后 理智的堤坝轰然崩塌 他不顾诸葛亮等忠臣的建筑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复仇之路 是要讨伐东吴 然而 历史的长河中 总不乏清醒的旁观者 在刘北的怒火中烧之时 蜀国内竟有六位勇猛将领 以种种缘由 挽拒了随军出征的召唤 他们的抉择 事后被证明是何等的身谋远虑 这六位智勇双绝的将领 究竟是谁 首先提及的便是赵云 这位在蜀国武将中 犹如璀璨星辰的存在 赵云以往总是紧随刘北左右 无论是保卫主攻还是征战沙场 他都义无反顾 但仪陵之战前夕 赵云却一反常态 他不仅未遂刘北出征 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 自己的反对意见 据《云别传》所在 赵云慷慨陈词 真正的国贼乃曹操 非孙权也 应献灭魏 则无自夫 如今曹操虽死 其子曹丕篡汗 我们应顺应民心 早日图某关中 占据了何谓上游 以讨伐逆贼 而非舍尽求远 先与东吴交战 赵云的这番话 透露出 他与诸葛亮不谋而合的战略眼光 他们深知曹魏才是 蜀国真正的威胁 而刘北初登帝魏 正值意气风发之时 对于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声音 自然难以容忍 正如学士秦密 因拒绝撰写讨贼西文 而险些丧命一般 赵云此时的反对 无疑也触动了刘北的逆领 但回顾赵云的一生 他鲜少违抗刘北的意志 此番挺身而出 足见其深思熟虑 与忠诚背后的独立见解 在某种程度上 赵云的行为 似乎蕴含了某种策略性考量 最终促成了 刘北伟任他镇守江州的决定 而另一位未能随刘北 踏上征途的勇猛将领 马超 他无疑是除赵云外 最为杰出的战士 尽管他先前积极支持 刘北称帝称王 但在刘北决定东征之际 他却选择了留守 那么 马超对于刘北的这次行动 究竟持何种态度呢 实则 马超内心深处 已对刘北产生的些许反感 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寄人篱下不得不隐忍 据《三国志》这一权威史记记载 刘北正式发起对吴国的北伐战役 是在公元221年的秋季7月 反观马超 他随身居高位 担任梁周牧 并受封为台乡后 实则手中并无实权 自他投奔刘北以来 便一直处于一种 谨慎而忧虑的状态 在马超眼中 刘北的仁义形象 似乎有所褪色 尤其是他出入属地时 刘北虽任命他督管邻居 但那实则是个有名无实的职位 随后 他麾下的西梁精锐 也被刘北逐步整合 编练成了著名的武当匪军 此外 马超还曾因直呼刘北姓名 而遭到关羽和张飞的联合训 这背后反映出的 是他在刘北集团中 地位的微妙与尴尬 刘北虽未直接处罚马超 但巧妙地通过 让关羽 张飞立于自己身旁的方式 给予了马超一个深刻的警示 使他从此不再失礼 这一系列事件 无疑让马超感受到了 刘北的权谋与手段 也让他在刘北集团中的地位 逐渐被边缘化 至于马代 作为马超的足弟 他的遭遇与马超相似 同样未得到刘北的充分重视 尽管他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但在刘北东征之际 他与马超一同被派遣至汉中驻守 显然并未被视为东征的主力人选 综上所述 在刘北东征之时 马超与马代 均未能随军出征 这背后既有他们个人 对刘北决策的微妙态度 也反映了刘北在用人方面的复杂考量 而马超的早逝 或许也与他在刘北集团中的境遇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表面上看 刘北派遣魏严镇守汉中 实则是他暗中对马超与马代的考量 毕竟 马超背负着背信弃义之名 而刘北东征的旗帜 是为兄弟复仇 这两者间 似乎存在微妙的张力 使得马超兄弟 并不那么适合随军出征 再贪无意 身为刘北的妹夫 他既是皇亲 又是沙场老将 曾在川中屡剑战功 连诸葛亮北伐时 都对他寄予厚望 然而 在刘北东征之际 他却选择了旁观 这或许是他深思熟虑后的自保之策 毕竟在乱世中 稳固的地位与权势 才是他最看重的 《三国之》中记载 张武元年 无意已任官中都督 且作为东周派系的领袖 他在川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至于王平 这位无党非军的首任统帅 其武艺与统兵之才 皆让人称道 然而 在刘北伐吾的关键时刻 他并未随军出征 这背后 或许是他作为新加入者 对刘北实力 及战略意图的审慎评估 刘北深知王平之才 亦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位良将 他或许是在为蜀国 保留一份未来的力量 期待王平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 发光发热 毕竟 刘北一生识人用人 关羽 张飞 赵云 魏严 王平等人 皆是他精心培养的动良之才 再谈魏严 自闻常 乃刘北慧严十诸之猛将 汉中之义 屡见其功 常理而言 刘北以魏严为将 应是德心应手 魏严亦应感念之语之恩 力挺东征 然而 魏严却选择了中立 其理由 看似冠冕堂皇 镇守汉中 然刘北一前马超 马代相助 汉中防卫 实则绰绰有余 魏严之流 似有避战之嫌 深究之 魏严未遂东征 实则出于自保 刘北与诸葛亮 亦主战 亦反战 魏严若随刘北 胜则无功 败则难讨其就 故中立 成为其最佳策略 在马超 赵云 马代 吴义 魏严 王平 这六位肖将中 为魏严 与者皆无合理借口避战 刘北直以东征 初期虽有所斩获 燃中后期陷入僵局 终为陆逊所败 此意不仅揭示了 蜀国内部对于战略方向的分歧 更凸显了魏严等将领 在复杂政治局势中的微妙抉择 那场熊熊燃烧的夷林烈焰 成为了刘北心中永恒的痛悔 试想 若你置身于川中大将之位 面对刘北东伐孙权的决心 你是否会毅然追随其后 请于评论区内畅所欲言 分享你的间接与抉择